国际消息看到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出访英国 参加17号开始的G7国会领袖会议 那么裴洛西来到了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 在G7国会领袖会议开始之前 先跟英国首相强身会面 那么G7各国的国会领袖 17号起将在英国国会讨论国会的开放跟安全 那么稍早裴洛西也到了剑桥大学参加活动 他批评中国大陆对言论自由跟人权的限制是越来越严重 还掌控了科技数据对西方构成威胁 而裴洛西也赞扬英国禁止华为参加5G建设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